大陸網易在大選前貼出一篇題為 《2020美國大選不是攻鬥劇,而是價值觀之戰》 鄭與邪的最後較量的文章 文中犀利地批評美國主流媒體《假新聞橫行霸道》 和民主黨大麻合法、男女同策、同性戀、墮胎等等系列政策 作者認為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拜登硬盤門事件 是美國建國以來最大的腐敗案 夾雜著性醜聞、毒品和諸多高官舍貪 硬盤門事件最大的輸家除了拜登本人就是傳統媒體 幾乎沒有一個主流媒體能顯示出起碼的公正性 左翼民主黨秉承著共產黨的一套流氓霸權邏輯 謊言越離譜越容易成為真理 得媒體者得天下 投票的說了不算 數票的說了算 美國主流媒體朝著左派甚至社會主義方向的集體墮落 重瘡了國民 特別是幾代年輕人的宗教信仰、家庭倫理和社會道德 平民總統川普的出現代表著美國的傳統價值 他們提倡傳統的婚姻、家庭和倫理 他們提倡勤勞自己、不好意思領取政府福利 他們是非分明、認為犯法就是犯法、不應該有灰色地帶 文章直言2020美國大選已經不是荒誕的公鬥劇 而是價值觀的盛戰、政協的較量、國運的分水嶺 更關乎未來世界的命運 文章獲5000網友點贊 儘管很快被中共全文刪除 但在微信公眾號中依然流傳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深刻地指出 在道德方面 社會主義在西方國家以反歧視、反仇恨、價值中立、政治正確為藉口 取消道德判斷 無異於取消了道德本身 所以我們才看到各種反神、毒神的言行 性變態行為、魔性藝術、色情產業、賭博、毒品被法律保護、合法化、常態化了 這就構成了對信神的道德高尚群體的反向歧視 最終是要把這些群體邊緣化、逐漸消滅掉 11月12日 美國法律界著名的頂尖維權大律師林伍德 連續發6個推特 直指現在美國正處於與中共的政協大戰之中 希望更多美國人能清醒認清真正的敵人是中共 古德律師說 在過去的20年裡 中國共產黨已經滲透到美國 許多地方、州和國家的政府官員和政治家 都被中共的金錢所腐蝕 或者成為中共敲詐的對象 還有一些人只是單純地相信共產主義 此外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不僅被好萊塢傳播 而且還通過教育系統傳播 不知不覺中灌輸給年輕一代 古德律師提到 戰爭的基本規則是確定敵人 我們的國家正在與共產主義中國交戰 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戰爭 他認為 中共用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攻擊美國 令新冠病毒成為控制美國人生活方式的藉口 中共又用Dominion投票系統操控美國選舉 川普總統指Dominion投票機 在全國範圍內刪除了270萬川普選票 在搖擺州大規模將川普選票改到拜登名下 古德律師認為 幾十年來 共產主義一直在悄悄地侵蝕美國 進入學校、電影、電視、互聯網 影響政府官員和政客 共產黨人吹噓 他們將不費一槍一彈地佔領美國 只有美國人民才能阻止它 他呼籲美國人民清醒過來 不要被操縱 認清真正的敵人 為自己思考 為自由而佔 為自己思考 不足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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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 設成